字幕提供 OK 講到一個重點了 凱里珠 不好意思 我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你日文很好 你中文很差 所以你講不出日文 真的假的 再講一次 你日文很好 但是中文太差了 所以不會講 聽起來是挺難過的 對 所以我已經跟你說 把中文先念好 聽日文就會很會講 真的 我騙你 我跟每位同學說 大家日文其實都很好 就比如這樣說好了 凱里珠 你先看一下 第一句這一個 不要念日文喔 那時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看得懂 他說 等一下 你想告訴我 可不可以看得懂就好了 看得大概可以理解 好 所以你日文不錯 接下來問題就出現了 你的日文會不會講 更正 你的中文會不會說 再講一次喔 你的日文都懂 你都知道這些日文在講什麼 你都懂 所以我剛才說你日文很棒 不是跟你亂講一通 是真的 可是你的中文太差 因為你翻譯翻出來的時候會有問題 試看看哪 第一句要怎麼翻成中文 每天 每天過橋去學校 每天過橋去學校 OK啊 可是你看 你剛才的反應 速度來講 看到日文 我OK大概懂了 我認為你大概80%到90%是懂的 只有10到15%不懂 可是剛才講中文的時候 你的母語卻遲疑了好一陣子 有沒有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OK 來這是你剛才翻的對不對 好 那我找一位同學翻看看 OK 有沒有人要幫我 幫我翻一下第一句 剛才那個咖哩豬有幫我翻 有沒有人要幫我試看翻第一句 有沒有人要幫我試看翻第一句 有沒有哪位同學 今天要來志願當我們的另外一位職身 有沒有 沒有嗎 都沒有嗎 沒有我來點一下 是哪一位 SL是哪一位 學琳 學琳 學琳來 學琳去看看第一句要怎麼翻 每天走路過橋 然後你可以跑 走走走不是跑 走 走路過橋 嗯 到學校去 到學校去好 好來 因為學琳也沒有上過我的課 所以學琳你會這樣翻對不對 好我找一個我們有上過我的課的學生來練習一下 呃佩佩佩在嗎 好像在吃飯沒反應 好那 Alice Alice在嗎 嗯 我也聽得到嗎 Alice看看這一句要怎麼講成中文會比較好一點 嗯 每天 每天 每天走路過橋之後 往學校 走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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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一個部分齁 我們一直在課堂上有講到說這個 這個 T 其實有特別的意思 這個T有特別的意思 OK 好Alice謝謝你來 Garie Choo Garie Choo你是自學日文了齁 那剛剛你的講解我認為也沒有錯啦 只是有些地方不太合理 你知道這個D是幹嘛用的嗎 呃 呃 呃 感覺好像是 什麼什麼之後 什麼什麼之後 感覺齁 OK 好 那這一句話呢 就去學校 就去學校 你會翻成去學校對不對 那我會說中文不太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句其實要翻成 會去學校或要去學校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有個未來詩在前面 我們中文在講未來詩的時候 會加兩個字的其中一個字 我要去學校或者是會去學校 假設沒有這句話 我的中文翻成每天要去學校 跟每天會去學校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一般人中文因為不好 說每天去學校 所謂中文不好是當你看著日文 你表現回中文的時候 你會直接直譯 只是上面給你什麼就講什麼 你就變成用日文去翻中文 而不是用台灣人的中文去講中文 如果你以後來上我的課 慢慢你就會理解 我要跟你表達的意思 我們的中文文法 其實台灣人都不太好 因為你是母語的人 就像你問日本人 問日本的一個不是教日文的 你問他嘎跟挖插在哪邊 他講的亂七八糟 你不會聽得懂 可是他是日本人 他講的也是對的 可是他描述出來的 你卻聽不懂 我要講重點就在這邊 我們台灣人跟日本人 本國的文法都很糟糕 就像譬如說你今天去找一個美國人 他是一個只有國小畢業 假設他的英文一定比你好很多 可是請他跟你解釋英文文法 你一定會聽不懂 不是你英文太差 他的英文表達能力太差了 咖哩豬可以理解釋英文嗎 嗯 這個漫漫我們在課堂會講 那今天其實我們這堂課 是要講練習有關一些住詞的部分 好 咖哩豬我先 今天不好意思 先抓你來做直升一下 咖哩豬你知道 這麼刺激的嗎 沒有啦 很簡單的 真的 這個住詞要寫什麼你知道嗎 就有點像是台灣的什麼的 嗯 住詞是什麼 住詞好了 那我再換一個講法 就是我自己講法 就是介系詞 用英文來講 有點像 in 啊 on 啊 off 啊 這些東西 那我們其實 正確講法叫做 那對我來說 住詞介系詞 農馬趕快 就是一個講法而已 那你只要告訴我 這邊你覺得要放什麼字進來 你覺得 我覺得就憑感覺 對 憑感覺 我們就只要你的感覺就好了 呃 漫字 還是 over 喔是不是 好 那下面這一個呢 ここで ここで 再來第三個呢 感覺 一樣是 day 一樣是 day對不對 那第四句呢 O O 好 所以兩個O兩個day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我也不喜歡 就是用猜的 那第五個呢 登山 嗯爬山 不是登山 爬玉山 不是登玉山 所以你中文怪怪的 哈哈哈哈 他叫爬玉山 不叫登玉山 那我住詞放什麼比較合理 呃 不太曉得 用詞 我就只要你用詞就好了 其實我連住詞有什麼都不是很清楚 哦 可是你有考過N5耶 反正我說做過模擬試題 你覺得OK對不對 呃 還可以 嗯 就沒關係 我們就完全各別感覺 N5啊 很多人都覺得很簡單 可是啊 當你在用的時候啊 講不出來就會很不一樣 那高雷珠我問你一下 其實12345句 嗯這樣子好了 OK 第四句應該看得懂嗎 嗯 對吧 嗯 第五句也看得懂嗎 嗯 那我自認為你應該看得懂90% 這裡是90% 中間這個10%沒有把握 那偏偏這個10% 就是在我們日文裡面最重要一樣東西 OK嗎 嗯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解完之後 我相信你在看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得懂了 OK嗎 可以吼 好 來咖哩珠的第一個知識生 海門來為何要志願來的 我們現在有大概13個人進來 有沒有人要 沒有我隨便抓一個哦 秀芬要嗎 秀芬 秀芬 他只能在吹頭髮 你在吹頭髮是不是 我想說你在吃飯 好啦沒關係 OK好 好那 老師我來好了 Ace不行 Ace你你常來不行 我們給機會給別人 等一下他不行之後你再來當當那個槍手 好那這樣子好了 雪玲好了 雪玲OK嗎 雪玲 雪玲有辦法嗎 今天當一下我們直視生 試看看 可以吼 那先等我10秒鐘 我剛剛才忘記拿水進來 不然我怕等一下一邊講話一邊咳嗽 你們會被我傳染病毒的 等我一下 我去拿水 等我10秒鐘 等我一下 好 不好意思 超過10秒我去裝個水一下 好啦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題目的部分 就是先看到這邊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個講義 那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住詞 也就是我其實平常蠻喜歡講他借序詞啦 這是稱謊 我的個人稱謊比較不一樣 那正規叫做住詞 我們先來講一下喔 那個雪玲 雪玲這些住詞 你有沒有學過啊 嗯 有 有學過 有學過 可不可以能夠分辨的清楚啊 嗯 有些吧 有一些 我跟你說 在我還沒出來教書之前 我在日本待了10年 我都還會用錯 坦白說真的 我很不認真念書 可是我在日本的公司工作了3到4年 在拒絕務工作了4年 加起來7年的工作社會經驗 我日文還會講錯 更何況各位在台灣學都會有這種狀況 後面我用一套方式把這個釐清之後 讓各位能夠比較能理解 我先問一下齁 那個雪玲 雪玲 雪玲知道什麼叫移動性動詞嗎 知道 知道啊 那你能解釋一下嗎 就是從這裡到 到移動性動詞用O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問你什麼叫移動性動詞 移動性動詞就從這裡到對面還是 對還是假地到雨地 假地到雨地 OK OK 可以好 好 那先這樣子 來 那我先問一下 咖哩豬你知道什麼是移動性動詞嗎 我在猜可能是 就顧名思義啊 凡事只要有移動 但是我覺得這個移動可能不只是人吧 可能物品移動 人移動 有生物 例如說貓、狗移動都可以用吧 我也在想 嗯 太複雜 太複雜 我直接問你一下好了 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是台灣人中文你一定懂 所以但是我不喜歡你解釋 因為解釋你跟我的中文都不好 我們解釋只會讓對方更複雜而已 我直接問你一個字好了 我問你吃飯是移動性動詞嗎 不是啊 不是齁 你剛才解釋不是我要答案 可是你卻知道吃飯不是移動性動詞 那睡覺呢 不是啊 不是齁 可是我剛才講那個詞有點錯誤 有些人跟我說老師吃飯是移動性動詞 我說為什麼 我小時候吃飯的時候 我會從假地吃到椅地 從床吃到客廳 從客廳吃到廚房 再從廚房吃到廚房 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這是我學生跟我講的啦 我回答一句話 阿不就你就四十歲 跟我女兒一樣 好啦我開玩笑 好來 吃飯不會亂跑 你吃飯會亂跑嗎 不會啊 不會嘛對不對 但小貓小狗吃飯會亂跑嗎 因為你剛有提到動物嘛 我就問你 小貓小狗吃飯會亂跑嗎 應該是不會吧 不會 所以吃飯不是移動性動詞 我們用簡單一般論來看 這樣可不可以 好 那我再問一下 睡覺算移動性動詞嗎 不會啊 不會齁 好來 雪玲不好意思 雪玲我剛剛把你麥克風關掉 因為雜心比較多一點點 來雪玲 來 雪玲齁 你剛才解釋的東西是非常的清楚 可是卻很複雜 所以我剛才覺得幾個例子 吃飯不是移動性動詞 雪玲可以理解嗎 我知道 好 那游泳是不是移動性動詞 是 來 那走路呢 是 R3 也是 嗯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 OK 好 那兩位我現在要講一說 移動性動詞 我們用嘴巴來講是非常難解釋 因為你我都是台灣人 中文都不好 所以你沒辦法解釋 可是兩位卻知道是跟不是 我要重點就在這裡 那我現在只告訴你 在日文的移動性動詞 我們只有兩個助詞 就是這兩個助詞 O跟Ni而已 再講一次移動性助詞 只有兩個而已 你講他接續詞可以 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連接詞 就O跟Ni 可以 好 那理解之後 O跟Ni的差別在哪邊 來O代表通過 O代表通過 那個Ni怎麼去理解 你把Ni當成一個死相子 進去之後出不去 所以他到達裡面之後 他就不會通過他 我們用簡單的方式再講一次 O就是會通過 那Ni就是不會通過 我要的方式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意思 知道 確定OK 來 那咖哩主唱O不OK 可以 好 來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爬樓梯 你爬樓梯的爬 你樓梯怎麼爬 我問你 是你會通過樓梯呢 還是到達樓梯就是不動 你是哪一種 通過樓梯 通過樓梯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有一個字叫做爬 叫做 樓梯 那開單叫做樓梯 樓梯 樓梯階梯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字中間的住詞 我們用O 這樣可以理解嗎 嗯 可以 那我要跟蓋里舟講一個 這個O還有另外一個含例 告訴你翻譯的時候 從後面往前翻 所以這句話 我們要翻成爬樓梯 這樣OK嗎 嗯 但是住詞我們不用翻譯 它沒有意義 它代表了告訴你翻譯順序而已 這樣OK嗎 可以 可以吼好 樓梯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吼好 那 樓梯你知道 這一句日文要怎麼翻譯嗎 下電車 下電車 為什麼用O你知道嗎 從上面走下來 我只問你有沒有通過電車 通過 通過 來我現在告訴你 下車就是一個動性動詞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所以下車只有兩個 Ni跟O這兩個OK嗎 但不會用Ni 為什麼 因為下車 你已經離開電車對不對 下車廂了 你沒有在裡面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吼好 來那我再問一個吼 咖哩珠 為什麼這邊爬山用Ni 剛剛的爬樓梯我們是用O對不對 咖哩珠你覺得為什麼要用Ni呢 呃 山就這麼高 可能沒有辦法再爬上去 沒有辦法爬上去 這是你的認為對不對 應該吧 好 那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人家說爬玉山 有啊 有沒有聽過人家說爬喜馬拉雅山 都有對不對 甚至爬富士山都很聽過對不對 嗯 好 那你有沒有聽過 越過喜馬拉雅山 越過玉山 或者越過富士山 有聽過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無法不可能的事情 對沒有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般我們爬山 按常理來講 山就這麼高 一般爬山 爬到山頂之後 你還會往下往下走嗎 會往對面走嗎 一般來說 爬上之後就回頭走了 一般論 你剛才告訴我嘛 你有聽過人家說爬玉山 可是卻沒有人聽過 跨過玉山對吧 嗯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 我的爬山的時候 住詞要用你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吼 雪玲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但是 雪玲啊 我硬拗一下好不好 我硬拗一下 在我們宜蘭啊 有一座山 很小 很小一座山 叫做枕頭山 在我們宜蘭 叫做枕頭山 在山心 枕頭山 沒有啦 不是在山心啦 在龍毯啦 哈哈哈哈 好 那不管他 在哪裡 不管他 我們常常有說 哎 我要去爬枕頭山 我順便到山的對面 去採個水果回來 我們宜蘭常常會有這種動作 我有跨過枕頭山 爬上去之後 我爬去對面摘水果 雪玲這種狀況有沒有可能 就移動的 我先問你 有沒有可能 我們宜蘭會跨過枕頭山 跑到對面去採水果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咖哩豬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是玉山有可能跨過去嗎 沒有 因為 可能一邊 你如果要從另一邊走 可能那裡也沒有 通常不走回頭路的 來 我們這樣說 山を回頭路 說兩邊 沒關係 來 雪玲沒關係 來 我們爬山會有兩種講法 兩種講法 我再解釋是爬山有兩種 一種比較正規的叫做山に登ります 就是剛才 咖哩豬跟我們說的 但是我也提中一種 宜蘭人會做的行為 那個 其實沒有多高 急著騎的就過去了 為什麼不能爬過它 可以 所以兩種講法都有 你要知道你講的是哪一種 雪玲可以理解嗎 所以 它是 類似 歸著點到達點 你講的太複雜 不要看什麼歸著點 不要看它 那個都是 你講出來 沒有人聽得懂的 雪玲我知道你有學過 可是不要去看書本上寫的 他寫的歸著點 沒有人能夠理解 他是在講什麼 我坦白說 到達點 歸著點 歸著點沒有能夠理解 我坦白說真的 所以我們常常看的 這些學者寫的書 會沒辦法判斷 這些題目 到底要寫一還是寫歐 甚至寫的 所以不是屬林 雪玲先不要去看歸著點 這歸著點不會在我的教學裡面出現 先不要去管它 OK嗎 好 可以齁 好來 那咖哩豬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齁 好來 那我往下走 那 那個 因為學 那個學 你那邊雜訊比較大 我先幫你關麥克風一下 等一下要你發音 再幫我發音好不好 因為那邊雜訊比較大 不好意思 好 那咖哩豬你先稍等一下齁 好的 這邊是我的講義裡面所解釋的 你一次到一個空間裡面 進去不會再出來 歐式會通過它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了 可以 可以齁 好 讓你往下看 這邊一個詞叫做放進去 它是移動信用詞 為什麼用你可不可以理解的 可以 怎麼理解你告訴我來 呃鞭炮放到裡面去 可是他並不會通過它 等一下 這不是鞭炮喔 這個不是鞭炮 這個叫 卡幫是那個包包嗎 他叫隔包 叫做包包 好抱歉 太直觀就想 那個 咖哩豬你應該不到30歲對不對 我目前高二 我目前高二 所以你台語沒什麼一樣 欸 不行 聽不懂台語 但是你聽我講什麼對不對 欸不會講 可是聽得懂啊 因為家家人會講一點 來順便教你 這個在我們日文叫做卡幫 台語叫做卡幫 欸很像 所以你喜歡學日文的時候順便可以學台語 在老師的課堂上喔 我有時候不是有時候 蠻常講台語的 OK嗎 可以吼 這叫做卡幫 所以來這句話什麼意思 呃 放進包包裡 喂為什麼用你呢 為什麼不用 呃包包沒有破洞 它不會掉下來 漂亮 進去之後我會在裡面 但是不會離開它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吼 好來學歷 來麻煩你幫我開麥克風 不好意思來 學歷 這邊的進去意識 知道為什麼用你嗎 知道 可以理解了嗎 可以 可以吼 OK 那我學歷問你喔 抵達日本 用你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你抵達日本的時候 會不會 會不會離開日本 會不會 剛剛倒是 不會啊 可是過一陣子 剛到不會 不是 你抵達日本 你絕對在日本裡面 你不會離開日本 不是剛不剛到的問題 再講一次喔 我抵達高雄 請問我會離開高雄嗎 不會 就在高雄那裡 懂我意思嗎 知道 可以理解 所以抵達為什麼用你 原因就在這裡 OK嗎 嗯 好可以吼 好來學歷 謝謝你 來咖哩豬 你看我下面的坐電車 為什麼用你 他在電車的裡面 對 那為什麼下電車用O 他不在電車的裡面 我已經下車 為什麼就離開了 對 沒錯 所以用移動性動詞去看他 OK嗎 好 然後另外你剛才說 你是高二對不對 所以是今年的暑假升高二 兩個月前還算是高一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學日文的 從國三的時候開始 國三 就是正真去看一點點 就是看都慢的時候 可能會去思考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可是那你有自己去買教科書回來看嗎 講一之類的 我媽曾經有一本超級古老的 我拿來看一下 OK 所以看得懂嗎 看不到 看不到 OK 因為他講得太 怎麼講 文學了 對對對 我個人我很討厭教科書 教科書是我最討厭的本書 因為上面都是學者寫給自己看的 學生基本上很難看得懂 如果沒有老師教的話 OK 沒關係 下次如果禮拜五有機會 你可以多來上我的課這邊 反正免錢也沒關係 好來 所以移動性動詞 這樣看你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好 來 雪林 雪林你看我一下 雪林 我講義上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比較不容易判斷的移動性動詞 注意看 比較不容易判斷的 坐 它其實是個移動性動詞 你也會坐A的位置 坐去坐B的位置 所以我要坐這裡的時候 我的助詞用你 雪林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然後放在這裡的放 這個詞也是屬於動性動詞 在我的判斷裡面放東西放A點放B點 所以它也是用你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這些比較特殊的我把它歸類 它有一個在銀行工作 在銀行工作 其實這個琴叫做認值 這叫認值 在銀行認值 這個Nia也是屬於比較特殊的 所以我列了幾個 我的認知裡面比較特殊的給各位去看 前面幾個你已經有概念了 只要是移動性動詞O跟Nia 你就可以理解了 理解之後不要去背它 用一單判斷就可以了 我希望各位去背的話 是下面這幾個比較特殊的 這幾種比較特殊的 原來做是移動性動詞 放也是 那認值 OK嗎 還有一個 停在哪邊 在哪邊把東西停下來 把車子停在哪裡 對 這個雪林按照 雪林按照你們之前在網路上看的 這個叫做規則點 可是坦白說 這規則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叫規則點 我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規則點 我沒辦法去理解那些學者 寫了創新的詞 就像我們之前 陳時中部長講的一個叫做人與人的連結 這個要是沒有人講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什麼意思 我也說是手牽手 所以有些人發明了一個新的詞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 所以我對於規則點這個 我很難認同 因為我看不懂 所以我用另外一套方式解釋 只要是移動性動詞 我的住有O跟Ni 會通過跟不會通過 那這些是比較特殊的 然後像這個 住在桃園裡面 你也不會離開桃園 所以是用Ni 住在飯店裡面 你也不會離開它 所以用Ni 好 那雪林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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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來 再來一個 來 這個算是比較簡單的 好 雪林謝謝你 來我先問一下 咖哩珠你知道什麼是時間Ni嗎 不是很了解 好 那問你這個Ni會跟著誰出現 時間 那我問你我們時間Ni的中文怎麼翻譯 時間 現在幾點幾點 不對一個字 就接續詞只有一個中文字而已 你覺得這個Ni在我們中文要怎麼翻譯會比較好 中文在吧 對就是在 好 很好 可以 那你知道時間 時間後面會跟一個專屬住詞叫做Ni 這個我們中文翻譯在 OK嗎 可以吼 那它會有幾個限制條件 第一個 在特定時間才會出現 第二個 要有數字的時間才會出現 什麼叫特定時間 這些都是 好 高里柱可以理解嗎 可以 真的嗎 什麼叫特定時間 你能解釋給我 給我看看嗎 用你的中文去詮釋它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特定時間就是有名字的日子 漂亮 有一個專屬的稱呼對不對 對 是吧 愚人解釋不算 算啊 因為它有一個名字在 是的 那我的生日呢 那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像是假設 我講10月2號 10月3號 這個算是特定的節日嗎 來 有看到嗎 有根數字的時間 10月2號有沒有根數字 有 它就是特定時間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那沒有特定時間 像是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 明天之類的 對 那個叫做不非特定的 所以我現在給你兩個概念 這個時間你要出來 其實就是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有專屬名稱的 OK嗎 可以 再來 明天是不是特定時間 不是 明天早上也不是 它除非加了一個數字 這個才算是 OK嗎 可以 下星期 我不知道你們有學過星期的日文 星期的日文 在日文字的表現上 是沒有數字的 給字又比 月要日 它叫禮拜一 可是它沒有一 但是它屬於特定時間 因為它呈現是一種數字型態的 所以這種我們也會加密 但也可以省略 由你決定 下午2點 懂我意思嗎 嗯 這樣OK嗎 我們現在講是一般論 不講特殊的 如果特殊的 你看特定時間 假設來說 明天對我很重要 因為明天是我 比如說 明天生日之類的 明天是我027的日子 明天對我很重要 27 你知道27是什麼意思嗎 我當然知道 你當然知道什麼意思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麼 就是很多錢 那你不知道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大概昨天開始 大家才很有感覺 我隨便問你一個 那個Lukas Lukas你知道27是什麼意思嗎 是投獎嗎 投獎 對啦 所以咖哩豬不知道27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我們在上禮拜 在三峽開出來的27的得獎 那個投注站 我以前每天上課都會去買 我本來是以我中的 結果不是我中的 好啦 不開玩笑 來 所以咖哩豬 明天對我有沒有特別重要 我要去領這27 非常重要 對 我可不可以把咪 我自認為他明天是我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一個特定的一個時間 我就可以 所以就可以夾咪 對 對我來說 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OK嗎 可以 可以齁 好 那其實蠻主觀的 很主觀啊 但是你不能每一次 你都把它加上主觀的咪 不是每一次哦 你就硬要說 我們每一個對我都很重要 你爽就好了 我們就不去爭執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中文可以爭執 日文也可以爭執 但是都是看人的 了解 但是我們有一個簡單基本概念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OK嘛 就像比如說好了 我們現在不是防疫期間 每個人在戴口罩嗎 來各位 真的 我這一次去高雄三天兩月回來 才發現 防疫在高雄是沒有用的 因為高雄人不要說100%啦 100%太誇張了啦 我去觀光景點看到那些服務人員 有大概兩層到三層是不戴口罩的 公共產額哦 服務人員哦 OK 然後再來 因為我是宜安人嘛 溫營居前我們宜安人 交通已經夠參考了 就是不看紅綠燈 我這一次去高雄 墾丁 從高雄看到墾丁吧 有一條路是只有 沿路都是禁止超車 是四線道 雙十線的白線 我看到了應該不下百台吧 每一台都在任意變換雙十線 我看到你嚇一跳說 高雄的交通真的都是公參考一樣的 對吧 所以你看每個地方的特點都不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比較極端的 可是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他們喜歡這樣做 該做我們可以去阻止他嗎 沒辦法 對啊 那就是我就說 你要每一次當特定時間 有你決定 沒有人可以干涉你 但是我們就以一般論來講 OK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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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所以來 那雪玲這樣可不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雪玲 可以 可以 來那雪玲你看一下 來 雪玲 這一題第一題中文幫我翻譯一下好不好 中文 中文 在聖誕節我會回國 很好 在聖誕節我會回國 非常好 在嘛 記住我們的住詞是從後面往前翻 這叫在聖誕節 那我問一下雪玲 回國這件事情 請問發生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對 所以記住哦 日文它是把現在式跟未來式在一起 當你要用日文表現現 呃表現未來式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表現 但我們的中文記住 這兩個字其中加一個字 剛剛雪玲有講 在聖誕節要回國 或者翻譯 在聖誕節會回國 雪玲OK 謝謝你 好 咖哩珠可以理解意思嗎 可以 可以哦 這個是一般概念 老師不會去講的中文 因為我們的中文都不好 所以不是每個老師都有幫我講出這種中文的 好 那咖哩珠第二題 我怎麼翻來 在明天早上八點的時候有會議 有會議 有拿掉 沒有有 有是你生出來的 哦 呃 所以就明天早上八點會議 會議 在明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OK 那我再問一下 再問你哦 因為你是自學日文的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我要問你什麼 我問清楚一點 這個是什麼詞性 你告訴我 詞性 對哦 名詞嗎 名詞嗎 好 那代表我跟你說 你自學的日文可能要真的要找老師好好學一下 不然很可惜 你花的時間上去 可是你等的效果可能比較低一點 來 這個叫做動詞 這叫做動詞 怎麼判斷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對 所以你要花點時間找老師教會比較快哦 這個叫做Mass 叫做動詞 所以什麼什麼Mass就是動詞啊 這就是動詞啦 OK 我知道你我 個人證書沒有多久 大概40分鐘而已啦 可是我大概知道你會很認真想要去學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技巧很重要 你花一個小時讀書跟我花一個小時讀書的效率會差天跟地 因為我知道效果 那個什麼 技巧在哪邊 懂意思嗎 我教你技巧怎麼去認識他 我跟一般老師教學不一樣 是我會告訴你 就是可以從爬直劍變飛 一般老師叫你慢慢走 那太浪費時間了 我直接叫你用飛的 只要看到Mass什麼開頭 Mass這些東西 Mass什麼開頭 你就是動詞 OK嗎 可以 可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動作 開啟是個動作 它是個動詞 所以你不能翻成會議 要翻成看 開會 對呀 所以我的 老師是我的錯覺嗎 你的Mass有時候會突然啪掉 我的Mass會突然掉的 不是錯覺 是你的聽覺 不是錯覺 錯覺是眼睛看的 哈哈 好啦開玩笑 這是網路上的斷差 斷線啦 OK嗎 哦好 網路不穩 哈哈 我聽你們也會啊 你們聽我會 應該是Skype 它的系統是免費的 所以它的連線比值比較沒有那麼好 好 OK 那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開機します 可以 那中文怎麼翻 在明天早上八點的時候 開會 好 那現在是還是未來師 你告訴我 明天所以是未來師 來 未來師我剛才有說過要加其中一個字 要開會 再一次中文來 在明天早上八點的時候要開會 這樣才是完整的標準中文 OK嗎 OK 可以 好謝謝你 來雪玲來三根四 雪玲幫我翻譯一下好不好 來 三根四 早上七點起床 可以我也可以翻成 在早上七點要起床 雪玲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雪玲可以說 一開始我先希望你能知道正確的中文怎麼翻 之後再用你傳統的習慣中文 這個沒問題 可以 來雪玲 第四句呢 在下午 打電話 在下午規定 下午兩點等時候打電話 在下午兩點時候要打電話 不是 在下午兩點時候會打電話 這樣OK 可以 好 來 那蓋梨豬五跟六來 今天 我要去日本 漂亮 今天我要去日本 是今天我會去日本 這樣蓋梨豬可以理解了 好 來再來第六題 來 你不會的時候跟我講一聲 好 在下週一 在下週一 嗯哼 呃上司是就是長輩嗎 還是 不是長輩 上司就是上司 你是我的員工 所以不是你上司 欸就是那個上司 等一下 不要弄錯 不是這個上司哦 呵呵 不是這個上司哦 好啦 雖然上司跟上司很像 我知道 跟 嗯 對 嗯 跟上司 呃 這個可以翻成一起嗎 一起 他只有跟 他不是一起 這個字叫做中文叫做跟 跟跟一起是不一樣的單字 所以你要這樣翻 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代表你的中文不懂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講說 中文先理解 跟跟一起是兩個不同的單字 因為你剛才講的一起在日文裡面叫做一序 一修 嗯 那現在我先讓你的基礎先理解 這個字其實不能翻一起 翻跟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幫我翻成跟上司一起 我可以可以接受 懂我意思嗎 哦 ok ok 我們現在學語文 所以有些地方我會跟你計較 有些我不跟你計較 但我要先讓你知道 這個字叫做跟 他不叫做一起 ok嗎 好的 好來 再一次中文怎麼翻呢 在下週一跟上司去中國 要去中國 是的要或者會 這樣 嗯 好可以理解 好來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哦 來 雪玲來 雪玲在嗎 在 來 雪玲對向你 你前面要放什麼 放什麼 名詞 放一個名詞 對 你日文學的很透徹哦 我們兩個溝通可能會比較辛苦 我用的是比較隨性的日文 你用的是很正式的 我先告訴你 對向你前面要放一個對象 當然他放名詞是對的 ok嗎 嗯 這個對向你翻成對誰或像誰 ok嗎 不見得是只有人物品也可以 ok嗎 ok 所以來 我翻成對朋友可不可以認同 可以 開向你叫做對公司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Kanadani叫做對身體可不可以 可以 Watashini叫做對我 Kankoni叫做對健康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可以啦 好 我這邊囉 等一下哦 來 上面這句中文給我一下 來 對朋友打電話 對朋友打電話 那中文不好 叫做打電話給朋友 好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嗎 可以 這個呢 對公司很重要 對公司很重要 這樣可以 好來 Kanadani 你先不要看講義 你看我電腦這邊 來 看我電腦這邊 好來 這句話中文怎麼翻譯 對身體很不好 嗯 很好 下面這一個呢 不要念字文 我要中文就好了 你會念代表你不認識這個字哦 你會念代表你不認識這個字 我是純漢字 純漢字給你的 基本上你應該看得懂才對 看不懂 來 這個 哦 哦 哦 對我很好 等一下哦 來 再講一次來 對我 對我自己很好 嗯 對我很好 不是對我自己好 對我很好 哦 對我很好 或是對我好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OK齁 來 我教你怎麼記 我這個詞 我就是自私的 日文的概念 所以自私的私是指 但是紫文對我自己自私的啊 OK嗎 可以 可以齁 所以我大西 OK 可以齁 好 來 那我問你最後一句 來 這句話什麼意思 呃 那個 優是什麼意思啊 來 我不 我不 我不跟你講 但是你用猜的 這是中文的概念 用中文去看 哦 我要先用猜的 當然要用猜 因為我有給你中文字啊 不是中文字啊 我給你漢字 記住哦 你如果放棄用猜的 你對日文的學習就要花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願意猜 其實它就很容易理解 記住 日文字是從中文 copy過去的 很多它是用中文的出版點去理解就可以了 來試看看 健康 對健康 友善嗎 友善哦 這個明明就很優啊 怎麼會是友善呢 所以它是優質哦 它是優啊 對健康很優啊 什麼叫對健康很優 很棒 對 這樣OK嗎 來 那我再告訴你 Yasashi這個詞 其實是個形容詞 這邊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們的這個課 是要能夠懂N5進來聽 這些基礎話 如果你不懂我先不解釋 這個優 還可以翻成 很好 所以對健康很好 對健康很優 可以理解嗎 可以 OK 可以 好 來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 來 雪玲 雪玲來幫我開麥克風 雪玲 你現在有電鑽打開哦 就震到我的耳朵 來 雪玲幫我開一下麥克風 雪玲 好來 雪玲來 這一句幫我翻成中文 好不好 今天 在今天 很好 在今天 打電話給朋友 很好 在今天下午2點10要打電話給朋友 可以 好 那第二句呢 我對公司很重要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對公司不重要 沒有啦 是對的 是對的沒有錯啦 我只是想反話啦 我們一般人對公司都不重要 是公司 我們很重要 好啦 這是開玩笑的話 可以齁 都不重要 因為你讀它沒有意義啊 我要是看得懂啊 除非你今天是朗讀 朗讀就是要把它唸出來 那再看這些評價沒有意義 但是如果單純在看文章的時候 不用唸出來 我舉個例子 你看報紙 看著字會唸出來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你會想要去唸 代表你不懂 你才會想要唸 所以既然有日文字 有中文漢字 我們不需要去唸它 基本上是可以看得懂 但是只要你願意去猜 好這樣OK嗎 OK 可以齁 好OK 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 這是另外一個今天講的重要部分 來 雪玲 來 我們今天要再介紹一個地點的在 有動作跟沒動作 不過我相信 這個跟你學到的日文 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先不要去管它 先不要去管它 可以齁 有動作叫做 無動作叫做 OK嗎 但是它的翻譯一樣叫做在 雪玲可以理解嗎 可以 可以齁 但是要記住喔 我這個在是前面會加一個地點喔 OK嗎 可以齁 好 來 雪玲呢 這句日文怎麼翻 日文 嗯 講日文 翻台 沒有 這是中文怎麼講 中文怎麼說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可以齁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你跟 為什麼這邊用你啊 知道嗎 為什麼不用 因為日本是個地點 用你用 都可以 為什麼用你 你學過的日文 處於日本 處於日本那個地方 處於日本的地方是不是 好 那雪玲呢 我跟你講 先把你學過的東西先忘記一下齁 來 我先問你一個 問你一個意思齁 我在日本 告訴我有沒有動作 有 我在日本有動作是不是 欸 等一下 先聽我再講一次喔 我在日本有沒有動作 我在日本 怎樣 我聽不清楚 好 我說我在日本這一句話 請問有動作還是沒動作 有 有動作還是沒動作 嗯 我來 我再換一個 我在日本念書 有沒有動作 有 好 換再一句 我在日本有沒有動作 沒有 對沒有錯 再講一次 我在日本是沒有動作的 這時候用 我在日本念書有沒有動作 有 所以用 我有在日本 有沒有動作 沒有 所以在日本的在用你 雪玲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齁 來 我讓你提問題 我先幫雪玲先處理這個 來 雪玲在桌上有書 在桌上這個在有沒有動作 嗯 沒有動作 所以用你還是用 你 好 這樣理解 來 再一個齁 我在日本念書 知道為什麼用的了嗎 知道 OK嗎 可以齁 好 來 我來處理一下 那個咖哩豬的問題 咖哩豬有什麼疑問呢 沒有 沒有 我剛剛疑問解決了 解決了 解決了齁 OK齁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對 記住齁 在日本 在家裡 在桌子 在包包裡 你要知道我是有一個在 是加地點的 要分辨裡面 到底有沒有動作 有動作用 沒動作用 這樣可以理解意思嗎 可以 可以齁 所以咖哩豬第一題會翻了嗎 我在日本 來 這個要學起來 這是你最討厭的事情 學習 學習 不叫學習 不要翻成學習 學習是中國人講的 每一個國家的講法都不一樣 可以齁 中國人講學習 台灣人不講學習 台灣人講念書 達成學 OK嗎 可是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感覺 不一定是在念書也可以啊 那你要跟我解釋 那什麼叫做學習 學習 增加知識吧 增加知識 那如果不能再增加知識 叫做什麼 為什麼這樣講齁 因為日文有兩個字 一個是增加知識 一個不是增加知識 一個不是增加知識 這叫做學習 這個叫做念書 什麼叫念書 老師教過了 你再複習一次 這叫做念書 老師教過了 你在念 不叫做學習 叫做念書 可不可以理解 哦 可以 這樣聽到齁 另外這個叫做學 學 東西 或者叫做學習 可以 這樣子可以 但下面那個不叫學習 那個叫念書 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們看課本就講學習 因為那是大陸人的講法 不是台灣人的 OK嗎 每一個國家講法都不一樣 你要理解這件事情 區域不同就會不同的講法了 更何況是有隔了這麼大條海 懂我意思嗎 可以 可以 下次看到 不要說我在學習 這樣你的中文很奇怪 台灣人不講學習這兩個字 講念書 或者你可以講 K書 OK嗎 可以 可以 OK 沒問題 那第二題怎麼翻 今天 我 我在公司 如果不要看 這是不是在公司對不對 對 好 那後面的います 你在裡面嗎 不對 這個單純拿過來 它是一個動詞 有沒有看到動詞 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 好 來這個字叫做有 有 所以是翻成 我今天有在公司 是啦 這樣OK嗎 可以 好 來 雪林 來 雪林 三跟四來幫我翻譯成中文 好嗎 今天 我在 公司 開會 可以 我也可以翻成今天 公司開會 或者今天 我 會在公司開會 雪林可以理解嗎 可以 請問開會了嗎 開 沒 對 不錯 好 再來第四個來 雪林來 告訴我中文怎麼翻 來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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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有書 對 對 在房間裡的桌上 在房間裡的桌上 OK嗎 在房間裡的桌上有書 這樣看得懂嗎 看得懂 好 來 OK 來 各位 我們現在目前13個同學在這裡面 好 來 各位 有沒有其他問題可以隨時發問來 其他的 應該說還有我們總共13位同學 有沒有人有疑問的 老師 我想問 我想問 第幾頁 我要怎麼分辨是移動性動詞的 移動性動詞的 所以他是用尼 可是他在這個也有無動性的使用 有點混淆 好 那你要先用中文來講 你想表示什麼 就比如說好了 你先看我這個 這個尼你覺得是什麼尼 是不是在 對 對吧 那是不是在對不對 那這個一定 這個現在目前來講 他 我們目前只講了 講了三個尼 對向尼 對不對 對向尼 那還有時間尼 還有地點尼 是不是三個了 對 你覺得這是什麼尼 這個是時間嗎 包包是時間嗎 不是 不是齁 來 包包是個對象嗎 不是 不能 要說 因為你還沒有判斷其他東西 時間我很容易判斷 我剛才說過 對象可以是一個物品 不禁止是個人 對不對 對 對 好 所以我不能說他不是 所以他是對象或者是地點 對不對 對 這樣兩個東西都要留下來才可以 那後面我再看這個詞 這是放進去 對 OK嗎 好 我是對著包包放進去還是放進去包包你 我是把它當對象好還是當做地點好 對 對象 你放 你放 但你都如果 如果你是當對象 你是對著包包放 對著包包放喔 對著包包放喔 合理嗎 地點 對 那就變成放在包包裡 這樣他了解嗎 OK嗎 不是要判斷不是刪去法來 再往下看 好就這樣這個 我們有數講三個對不對 來請問這個你是時間力嗎 不是 不是 也是個對象對不對 也是可以地點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要一個一個嘗試喔 因為你們現在剛理解這個可能不是很清楚 這是正常 好 這個詞叫做有 對吧 對 是不是有 那我要放進去嘛 有對日本 或者是有在日本哪個比較合理 在日本 對 所以是地點嘛 就變成有在日本 再把主持放進來 這樣就比較好分辨 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以 OK嗎 好 來其他東西還沒有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 都OK 好 那都OK的話我們往下看一下喔 好來 那個 來 這個放什麼 等一下喔 這個要放什麼 O O O 好 各位如果正確答案我就不解釋了齁 有問題同學再說出來齁 OK 可以齁 O可以齁 好來 隨便 那第二個呢 呃 對 用對 你吧 你 你還是對 你 你 我覺得是你 因為喔 我們是不是停在這裡嘛 對不對 停是個移動性動詞 你跟O 對不對 你跟O 那停在這裡 有沒有離開這裡 沒有 沒有 好 這樣OK可以齁 好 來那我來問一下 來 看有誰呢 有誰呢 好 淑琳 淑琳在嗎淑琳 在 淑琳 剛剛這樣講解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來請告訴我第三個放什麼 你 ここに嘛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裡 他沒有離開他嘛對不對 對 好 OK 第四個呢 我嗎 對啦 一樣處理啦 我先告訴你中文叫做 明天在教室裡開會 你 明天要在教室裡面開會 明天要在教室裡面開會 明天要在教室裡開會 在嘛 你 你齁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如果是你的話 要看有動作 要看有動作對不對 他後面有沒有動作 還會啊 有沒有動作 有 有動作是用 對 對 這樣可以理解嗎 嗯 嗯 可以齁 OK 好 來那我再問一下 來 好謝謝你來 Alice第五個呢 嗯 第五個呢 你吼 你吼 你會用歐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就會到運山就到達目的地啦 就不會再越過穿過 你可以挑戰一些人類還沒有過的狀 沒辦法 我體能太弱 哈哈哈 所以是你這樣OK 可以齁 我先告訴你中文 嗯 在這裡 一起拍照吧 在這裡一起拍照吧 在這裡 拍照是動詞 所以是 對 對 OK 可以齁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齁 他是動詞沒有錯 你要考慮他到底是不是移動性動詞 拍照是不是移動性動詞 不是 不是 所以O跟Ni就不是他的選項 對不對 對 好那一樣會有在這裡的意思 所以就會有Ni跟Di這兩個可以選 嗯 對吧 那你就判斷有沒有動作 那是有動作是用Di 這樣可以立即意思嗎 可以 可以齁 OK好來 那我問一下來 欸 問一下齁 來佩佩佩佩在嗎佩佩 來佩佩 7跟8 來佩佩7跟8 來我先告訴你 欸 在包包裡 放 欸請在包包裡面 放入相機 你 你 你OK嗎 可以齁 好 來在第八個呢 唉呦 sorry 唉呦 第八個 O 第八個是O 為什麼是O 請告訴我 為什麼是O 應該是你 應該是你確定齁 來 我再解釋一次齁 當你要判斷這個住詞的時候 先看它是不是移動性動詞 嗯 如果是移動性動詞的話 只會有兩個住詞 一個是Ni 一個是O 對不對 對 你還有O對不對 是嗎對不對 那有沒有通過 沒有 沒有 所以答案是你OK齁 好 好 那我問你那第九題呢 嗯 O 可以齁 好 謝謝你 可以齁 好 來 那我們還有誰可以問呢 好 我問一下齁 來 蔡賞 蔡賞在嗎 蔡賞 在 來 蔡賞 第十個要寫哪一個 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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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齁 不錯很好 這個比較特殊的 正在哪裡 正在哪裡 認職 正在哪裡 認職 這個比較特殊的 嗯 來 蔡長這個 11是哪一個 也是你 對 這個也是你比較特殊的 好 來蔡長謝謝你可以齁 來 再來我問一下 來 來 Lukas 12題 來 我直接告訴你 在下午3點 請打電話給田中先生 來 Lukas 第十二個要寫哪一個字 比較合理呢 嗯 有動作 是 可以嗎 哪一個 你答案是哪一個 對 來 注意看一下齁 田中先生 是個地點嗎 不是 不是 所以 他不是一個地點 所以你用 對 不對嗎 嗯 用哪個比較合理 你 對 他是個對象 用你 這樣OK嗎 可以齁 再來 香菸對身體不好 你 你很好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來 Gina Gina 今天晚上 有在哪裡 翻證 今天晚上在哪裡 Gina來 你 你可以齁 好來 第十五個 今天晚上在哪裡吃飯 要在哪裡吃飯呢 對 好 這樣可以齁 來 再一個給你來 十六題 老闆要在哪邊開會呢 對 好 OK 不錯 很好 來 再來我看一下齁 十七的話 我問一下 秀芬 秀芬來 十七 你 你可以齁 來 十八 十八 十八今天沒有提到 但是我 你應該會 等一下 再大聲一點 等一下 我當你斷訊又有風聲 再給你第三次機會 用哪一個 等一下 我就認真看一下 好 你認真看一下 今天沒有講到這個講法 不過我們課台上有提到喔 所以是 對嗎 他什麼時候要去 對嗎 你先翻出來 什麼時候要去日本 怎麼會是 對呢 因為 去 你不是說 這是誰 來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答案是哪一個 時間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所以呢 所以住詞呢 你吧 你喔 不對 這個是叉叉 為什麼 等一下 蔡長你說什麼 我必須要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是不是 蔡長是說為什麼是叉叉是不是 不是 我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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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放一個住詞 不是把它變成單字 不是 不是 我現在是一個住詞 好來 我解釋一下 這個其實不能 沒辦法解釋 我用我的方式跟各位講一下 一直是個時間 照理是他是想要放你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一直是不放任何住詞的 我的解釋是這樣子 一直他可以用有特定時間跟無特定時間 比如說什麼時候去日本 早上我要去日本 他是沒有特定的 那早上八點去日本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所以這個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的技法會是這樣子 我跟各位參考 我不想用背的 我的思考邏輯是 既然他可以有時間特定跟沒時間特定 那乾脆就不要寫了 省得麻煩 我的理解會用這種方式去背他 而不是去把 我用這種方式去說服我自己 而不是去背他 咖哩豬可以理解嗎 可以 他可以有時間跟沒時間都有 該用哪一個 為了不讓我自己困了 就算了 直接不要加最乾脆 好 秀芬可以理解嗎 可以 來秀芬這十九題 最後一次 來最後一題 好 Z跟J 嗯很好 這樣OK嗎 嗯 可以齁 好來各位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一些動詞的 住詞的辨別方式 那 這個其實你說他難 他非常的難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 我坦白說真的 很多人都不會 可是用這種概念去 思考他 我相信各位可以理解 OK嗎 好來各位 各位我們今天的文法說明到這邊為止 有沒有任何同學有問題的呢 有沒有 都沒有是不是 好來各位 各位我可以說一下 各位在 我預計在下下禮拜 不是下禮拜 下下禮拜 我會開一個N5的檢定班課程 那這個課程是針對我們明年7月的考試所開設來頒級 那各位有些同學有意思來參加我們的閱讀課 那如果你覺得 閱讀課有些東西你並不是很理解的話 那之後我們在下下禮拜 禮拜一的晚上 八點到 八點到九點半 對八點到九點半 我會開一個N5檢定班 那針對明年的檢定去做講解 那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檢定班有些人說是N5太簡單了 各位如果你覺得簡單 這些東西全都是N5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 各位如果是你是單純想學日文 那想把日文的程度變好 我會蠻建議你來上這個檢定班級 那這檢定班級呢 那我現在目前給各位一個優惠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預計會大概八個人左右就可以開課 八到十個人 那費用的部分是 如果以消費券來講的話 1000塊可以上一個月 這個費用相當的便宜 我再講一次 如果說以消費券的話 一張就是1000塊可以上一個月 那如果各位如果OK 那五張消費券 我會再給各位多一個月 的學時時間 就是5000塊可以上半年的課程 各位好清清楚 消費券的話 你說老師消費券沒拿到 沒關係那你就拿現金給我 也OK 可以嗎 那這個課程就是會讓各位新收 各位半年的學費5000塊 OK嗎 那會以明年的7月份考試為目標 會教各位文法閱讀聽力 以及如果去備單字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等一下私訊給我 那這課程目前已經有5到7個人報名 應該是會開課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歡迎你來 可以嗎 好到這邊為止 各位對今天課程有沒有什麼疑問呢 沒有 好那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對如果檢定考的課程有興趣 各位再私下去信給我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了 OK 好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